这是发生在美国密集根农场的一个真实故事 农场的农夫为了宣住他的牛 就在一棵玉树上绑了一个铁环 这样他就可以把牛宣在树上 随着树一天天的长大 铁环慢慢的刺入树干当中 在树皮上留下生生的疤痕 有一年农场一带 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植物增菌感染 十多公里范围的玉树全都死亡 只有那棵有铁环的玉树却活了下来 非常奇怪 这引起植物学家很大的兴趣 并开始做研究 结果发现 正是造成玉树伤痕的那个铁环救了那棵树 原来随着风吹一打 铁环开始生锈 而大量的铁就被吸收到树里去 正好给了玉树特别的免疫力 来抵抗 对抗这真菌的感染 玉树上的那个铁环 看来是给玉树带来的伤害 但没有人会想到 它竟然是这颗玉树 逃过真菌感染的救星 我们也像这个玉树 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 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但后来那些伤害的地方 反而成为我们的营养 使我们变得更强壮 有生机和希望 甚至带给他人许多的祝福 在旧位里的旧的月色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当他年少的时候 就被自己的兄弟出卖到好远的埃及去 在埃及的时候 从奴仆做到总管工 后被诬告而送入监牢 在监牢苦熬了几年 给法老解梦之后才被欣赏 而后提升为埃及国的宰相 多年后 因严重的旱灾 约瑟的兄弟便来到埃及找食物 当他们发现埃及的宰相 竟然是他们出卖的弟弟约瑟时 大家都害怕约瑟会对他们采取报复 但是约瑟却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 监牢是好的 要保住许多人的性命 成为今日的光景 约瑟一生的遭遇看起来如此的艰难 但却被神使用 为约瑟和其他的人成了极大的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神能改变每一个环境 为他所爱的人带来长远的好处 在这次的新冠疫情 你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愿神赐你力量去面对 神也必定要祝福你 使你在疫情过后 人就挺立 神要让你成为蒙福的人 而且也能祝福别人的人 愿神祝福听他话里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